科技發展改變人類的生活 近年人工智能AI成為大眾討論的焦點 但背後涉及甚麼工種 又或者對就業市場有甚麼影響 很多企業還在摸索當中 AI其實是整個資訊科技發展的成熟階段 一個現象就是AI 這個情況影響我們由服務業 我們究竟能不能夠轉型去進入一個創新行業 其實現在可以有少少瞄頭 大家都會見到 最近電競經常講的電子競技行業 但電競是否一個行業 是一個很大的傳遞 電競是否一個行業 究竟電競需要甚麼工種 大家是不清楚 另外一些行業 比如我們叫做Blockchain 電子板塊 比如現在比特幣 比如以太幣 那這些究竟是否有行業 其實是否金融業 大家亦都不清楚 具體的這個行業 我們聽過可能講 尤其是我的偶像馬雲 經常都講這些東西 機械人 或者大數據分析 那些東西 主要主要第三個就是雲計算 Cloud competition 第三個是雲計算 雲計算今天來講 騰訊有 阿里巴巴有 其他的公司 Google 有 其他公司都希望分一杯羹 但這些東西 全部存在了我們用 但究竟它如何形成一些固定的職位 甚至是形成一個行業 目前仍然是一個輪廓 那些工種本身的性質 就是不能夠面對剛才說的三大板斧的競爭 即是大數據 雲計算和人工智能 這三個競爭 不能夠面對競爭的 就會被裁 面對上述種種的轉變 究竟我們又可以怎樣避免被淘汰呢 當你看到這個世界 現在今天的科技發展的時候 是不到你純粹想著是保持 維持 因為你維持的時候 你自然的競爭就自然會很快地落後了 其實是很快地 現在很顯然的 所以其實我想不是保育的工作 反而通過工作去磨練自己才是重要的 磨練了自己 這個工作自己喜不喜歡 或者學不學到什麼東西 是每一個人的制度和判斷 但是最低限度 每一個人希望都可以盡量 學多一些現在需要的知識和技能 或者未來會發生的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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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我會發生的知識和技能